我們一起來看看一般比較常見到的 微調裡面大家轉來轉去 那種很炫的東西 平常其實我用的不多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FS特效工法 還有一個比較常用是在這裡 轉場特效 這個其實大家概念應該都懂 概念都懂 只是比較特別的是FS這種特效工法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有蠻多種所謂的效果 那多數啦 多數應該免費版也都有 免費版是沒有這個什麼 這是它另外就是專標準版裡面有的 所以你往下走 不要看別的 像一些什麼比較樣式有沒有 變成畫作 像現在其實都還蠻 有沒有 它馬上就抓出你的線條了 對不對 就跟我們一般在用那個叫做 Photoshop 一些影像處理一樣 只是把它用在什麼 用在那個影片上 那你可以再找找看 像光束也還蠻常見到的 這個 喔 這樣加太多對不對 好 點兩下 等一下 這個 把它補圓一下 還原可以在上面這裡有沒有 有一個小小的 好 那你可以再找找看 像倒是像這些什麼煙火啦 星星也蠻常有人在用的 他就覺得說 套用了之後會比較厲害一點 這樣子 哈哈哈哈 反正你參考啦 反正這個真的還蠻常見的啦 蠻常見的就是說 那每一種這些所謂的特效裡面啊 其實它都可以設定喔 什麼叫做可以設定喔 你可以丟到上面也可以怎麼樣喔 有另外一種方法 我們是把它丟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丟到FS上 你如果丟在這邊 它就可以同時套用在 以下的這些範圍有沒有 我雖然有三段 可是我不用個別套用 但是它只會影響到 這個以下的 也就是第一層會受影響 上面不受影響 如果你要丟要第二層以上的 就是像我剛剛一樣 就是丟到它的上面去 這樣知道嗎 好那你看喔 這個裡面都兩架 有沒有發現 這個大小也可以調整 我們先播一下 你可以看到目前的 這樣子的顆粒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比較大一點 比較大一點 它的顆粒就變大顆一點 就是說它甚至還可以做所謂關鍵化 什麼時候變大 什麼時候變小 就在我們動畫的過程裡面 就是通常我是沒有那麼複雜 通常不要把它弄得太複雜這樣 所以我就像這樣 這樣有了解的 所以用在FS有個好處 就是你不喜歡 我就直接丟掉就好了 是不是就蠻快的 好不用說一個一個慢慢去設定 那你可以稍微嘗試看看 還蠻多的啦 還有像什麼電視牆的啦 還有筆墨畫的效果啊 就是讓它像這有電視牆有沒有 它就變成九宮格啦 好就同一個畫面 它可能變九宮格 不過十二個 那另外另外像這邊 只是通常我都看看就好 比較常見的我給各位稍微看 這個蠻常見的特性 好 那你丟上去之後呢 它就是變成一個框框在裡面 像這樣對不對 好那就等於說把你聚焦在裡面 那這個框框什麼顏色多大是可以調整的 好是可以調整 甚至位置也可以調 好位置也可以調 所以還算 重點是說它本身是有一些的嘛 就是有一些彈性啊 有一些彈性 那像雷射也還蠻常看到的 就變這樣 有沒有旁邊就啊 就是只有集中在中間這一塊 好所以各位知道就好了 那再來我們來看另外一個是什麼 轉場 轉場我相信各位POWPOW用到不要用了 對不對 已經用到爛掉了 應該就知道轉場是用在哪裡 照片跟照片 圖片影片跟影片之間 轉換的效果 那它也是很炫啊 炫了太多 所以有時候我真的都很少去特別用它 那如果你要用它 丟到兩個中間就好了 有沒有發現 兩個中間放就有了 你可以分類一下 這樣看到吧 他們兩個跟它沒有關係哦 這樣瞭解 因為他們兩個是綠幕的 該也不管是後面的 所以我點到它 萬一你不要了 你也可以來這邊把它移除 有沒有修改這個或者移除 這樣瞭解嗎 好它會佔用 但是呢轉場有一個要注意一下 轉場會不會用到我們原本影片或圖片的時間 會哦 請問會是多久 你看假設我用這個我把它丟進來好了 你看把它丟進來 你滑到它上面來 有沒有注意到 轉場的時間 那不一定一次是兩秒 有的可能是一秒 就是你的影片長短它會有影響 好那你也可以自己決定 你就點兩下 有進來了 這樣子就看到了 有沒有看到兩秒鐘 所以如果你覺得說轉場的時間不要太多 你就來這邊修正一下 好就來這邊修正一下就好 原則上它還就是可以選擇啦 你看有很多屬性 每個進去屬性都不一樣 好那這個部分呢 我想我不用講太多 因為你都很會試 你就找看看有沒有你喜歡的 但是一個原則還是請各位注意一下 沒有內容的時候才多用這一些 有內容有料的話 就不用用太多 這樣知道 你看電視節目有很多在用這個嗎 沒有啊 都是一般自製的才會用 為什麼 然後就覺得我這樣好炫喔 飛來飛去的啊 然後就是沒有內容嘛 所以沒有規劃 所以如果你有規劃 他真的有做甲粉的 事實上是不太需要用這些東西啦 好OK 來玩給你囉